大家好,我是景夏龙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几年创业路上遇到的贵人 他们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让我一路走过来不是很孤单 第一个要说的也是非常重要 对我影响最深远的 就是我的老婆曹英 我们两个在认识之前 我一个人行走黄土高原 可以说很多时候吃不饱饭 或者就是吃一顿要顶俩顿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多一个人关心我了 我遇到什么事情 也可以递时间有一个交心的人了 去和她交流 那么我媳妇是从这两方面 对我帮助支持特别大 第一个就是物质方面 在家里面的吃穿住行的一些 需要生活用品 我很多时候不用操心了 她可以提前信心周到的就想到了 然后就买下了 我可以不用操心 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我的工作和安排当中 另外一方面就是资金方面的支持 上班的一些赚的工资 很多时候都填补到我这里来了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再另外第二个方面 就是精神方面的支持 有些时候我遇到我不能做决断的事情 她会帮我分析 遇到的人和事情 她也会帮我去思考 怎么样做 怎么样交流 是更合适的 还有呢 就在我的工作一些策划当中 她也会帮我出谋划策 还有时候啊 在她难得的周末 放假的时候 会参与到我的工作当中 尤其是背后 幕后的一些制作 她会帮我风呆一些 在此啊 我特别的感激 我老婆的辛苦付出 老婆辛苦了 第二个对我帮助特别大的人啊 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个做美食的 我们陕北的一个大姐 陕北侠姐 侠姐是非常有正能量 淳朴热情好客 也是很厉害的一个 咱们分享美食这一块啊 对咱们陕北美食的宣传贡献 特别大 很厉害的 她和我媳妇曹英的关系特别好 平时啊 特别的关心我嘛 当然我要说的更厉害的呢 就是 小姐的老公啊 陈哥 和我的关系是特别好的 我们两个认识有五年多了 陈哥在我创作的路上啊 给我提过好多 非常有重要的 非常有帮助的点子 他对我们的关心啊 也是非常大的 陈哥真的是 很有本事的男人 他可以把这个美食文化 做得这么好这么优秀 他的付出是特别大的 好多朋友不知道 这个霞姐的老公啊 其实就是陈哥啊 他付出的特别多 对我们的关心帮助也特别大 所以在此呢 特别感谢陈哥和霞姐 马上就过年了 过两天我和曹英抽时间 就过去要看一下陈哥和霞姐 第三个要说的是我前几年认识的 我们家乡那边的一个叔叔 是抗海日瑞叔叔 他对我的帮助 支持也特别大 这几年来 一直对我 关心有加 让我也改变了好多好多 在这里啊 我想特别特别感谢 叔叔对我的一路的关心和支持 再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家乡的一个老大哥吧 我的老大哥啊 也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父母官吧 冯主任 他对我的一些指引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通过冯主任老大哥这里啊 我拓展了好多好多 我拓展了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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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去不同的地方 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也希望在网络上能在这里认识到更多的新朋友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